行公義 浩蓮文 揭進教會醜聞 逢星期日晚九點 門徒公義 歡迎大家收聽《門徒公義》 今晚有我Hawy 和我Larry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之外 記得要讚好我們的Facebook、BV、IG 以及訂閱我們的Patreon 又到端午節 明天又有一天假期 Larry 這個端午節假期怎麼過? 都是沒什麼過的 都是約人吃飯的 我昨晚和一批怒宿者一起吃飯 為門徒小隊舉行了端午節的外言 昨晚也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和我們毛家姐一起來 都過了一個很開心的端午節 今次又說梁煙成 因為梁煙成竟然說 美國的自由女神像 代表了啟示錄所說的七頭十角獸 真是非常好笑 這個短講 其實在上個月十七號 在影音視團發表 叫做聖經末世預言系列 我聽到聖經預言末世 我想高豪正經常說的 起初也沒有什麼期望 誰知道 胎子廳真的有很多驚喜 有驚喜嗎? 有驚喜我們要跟進一下 是的 所以今集就用我們最擅長的 港股式吐槽 去說一下究竟梁煙成說了什麼 我們先說第一點 梁煙成問世界最大的偶像在哪裡 就是在美國紐約的自由女神像 美國不是基督教立國的嗎? 為什麼會起一個這樣的偶像呢? 因為美國繼承了英國的殖民主義 帝國主義 用自由女神像去改變美國人的敬拜對象 將基督教文化改變成為聖方中 純相個人自由和軍事侵略的文化 梁煙成有沒有搞錯? 很多人會去美國旅行 如果打卡的一定會去自由女神像拍照等等 但我從來沒見過也沒聽過 有些人會去拜自由女神像 真的 你有沒有見過人 向那個自由神像獻一隻小豬 上香 然後祈福 或者什麼借庫那些 我真的從來沒見過 說真的 你是不是想多了? 這是一個藝術品 你又將它誇大了? 還有自由神像 也有兩百多年 改變過什麼美國人的敬拜對象 沒錯 美國人少了去送這個基督教 但我就不見有些基督徒 轉了去自由女神教 我真的從來沒聽過這些 還有梁煙成這份人 他真是前言不對後言 是 怎樣前言不對後言 他一開始就說這個自由女神像 是全世界最大的 但其實他再說一說 其實只是全世界排第四 但我想說錯的 全部都是錯的 我也想知道 自由女神像 不是全世界最大的 又不是全世界排第四 為什麼他這樣說呢? 他是用了內地網站 在說一些 歐低過過時的資料 糟了 連AI也不懂得用? 哈哈哈 你老爺哪有懂得用這些 事實上 自由女神像 只不過是說全世界的高度 排第36 在他之前 絕大部分都是來自中國的 為什麼? 你知道中國很流行這些工程 整座山都是佛像 前三十多名很多都是來自中國的 例如 中原大佛 海上觀音 賢王二帝 千手千眼觀音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偶像 這些更加像偶像 等等 你說一下 如果梁彥成說 因為美國有個自由女神像 所以他就是什麼 大巴比龍 大淫婦 什麼敬拜邪教 那中國這些更多 中原大佛 海上觀音 什麼千手千眼觀音 那你不如說中國才是敵基多 真的 哎呀 他會不會犯了什麼法 還有認真說 梁彥成說 因為有個自由女神像 所以就把美國人 改造成什麼 性放縱 崇尚個人自由 軍事侵略 我想 起過雕像 怎麼會改變了這麼多 你是不是作大錯呢 那應該是風格來的 好了 接著我們繼續看看 梁彥成說些什麼 梁彥成說 自由女神像是法國共濟會 1884年送給美國 慶祝美國成立100周年的 自由女神像頭大七釘皇冠 遇指光照地球七大洲 右手高舉共濟會的啟蒙火具 底座有十角正視七頭十角獸的象徵 首先我對於什麼共濟會 或者一些所謂的神秘學 我是持一個很開放的態度 我不會說一定是真 或者一定是假 今集就不會花時間去討論這些 但是 阿拉利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是 自由女神像有多少個頭 如果IQ題 就要計算手指頭 這個 不說這些了 都是一個 一個嘛 一個嘛 那為什麼梁彥成說是七個頭呢 他還沒計算我那些低能笑話 又說膝頭有計算 除非他真的有什麼計算 喂 之後他純粹只有一個頭而已 梁彥成其他六個頭在哪裡 上一段頭 上一段頭 七個角還七個角 七個頭還七個頭 梁彥成你是不是 你算數差成這樣 七個角不代表七個頭 大哥 真的 喂 如果那頂王冠 那些什麼角 尖竿是代表頭的時候 那香港小姐 都是七頭十角獸 你知道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想比七頭十角獸厲害 香港小姐那頂王冠 那頂後官 不是有很多尖竿的嗎 整個十幾個尖竿的嗎 比七頭十角獸厲害 那梁彥成真是勾講的 好 接著我們繼續看看 梁彥成有什麼偉弄 梁彥成說 美國第32任總統羅斯福 是共濟會議員 1935年重新設計的1美元 除了有共濟會的全市之眼圖案 還有一句拉丁文 New World Order 其实是来自俄马时代 阿波罗神教的预言 就诗神带来的新时代 梁衣承说 这个就诗神就是约翰所指撒旦的座位 是给就诗神 一样 我对于什么制会 一元美抄 全市之眼 New World Order 这些阴谋论的东西 我们持开放的态度 不过今集就不会去讨论 究竟真是假的 不是讨论这些东西 但是我纯粹讲圣经 我们讲圣经 我真的很想问梁衣承一个问题 究竟仕途约翰何时说过 说撒旦有一个座位 是留给就诗神的呢? 这个留给你回答我 我真的不知道 约翰一书 约翰二书 约翰三书 以及启示录 没有这样写过的 圣经怎会有宗师神这三个字出现过呢? 幻明的位置是撒旦的 为什么会这么利用 把位置让给就诗神? 这么奇怪 现在是敬佬吗? 好像巴士那些敬佬座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都不同 我唯一想到的是什么呢? 我唯一想到就是 梁衣承可能在说 约翰所写的启示录 在第二章那里 记载了这个别加摩教会 是这样写的 就说这个别加摩教会 是在有撒旦座位置之处 但是这句经文是怎么解释呢? 这句经文是说 别加摩这个地方 本身是充满了 异教和偶像 不是真的有个位置 是写着撒旦的启总座 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开始明白他说什么了 梁衣承你是不是不会解释圣经? 你怎么会这样解释? 我会加对号入座 我从来没听过 一些识经的人会这样解释这句经文 这个座位就叫做对号入座了 对了 这个对号入座 对了 最后我们听听梁衣承的总结 梁衣承总结 启示录十三章记载 由海上来的七头十角兽 就是欧洲 而美国就是地狩 帮欧洲建立一个掌 叫全世界的人敬拜 就是自由女神像 两者结合成为 统治世界的霸权帝国 即是末世时期的敌基督 首先 启示录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也没有人会完全明白 究竟那个预言是在说什么 不过梁衣承这个说话 他不合理的地方 实在太多了 包括刚才我们说过 根本没有人敬拜自由女神像 当它是一个宗教的嘛 当它是一个宗教的嘛 是一个艺术版来的 不要太多了 还有 自由女神像不是美国去建的 是法国送过去的嘛 你先弄清楚这件事 还有梁衣承这个总结呢 有一个 矛盾 繁博的地方 是 就是说如果美国就是 是启示录十三章所说的 那只的地兽 其实 他在这个自由女神像之前 根据十三章 就应该首先 有一件事 是要发生了 先的 就是根据第七 到第十节 所记载 这只的七头十角兽 是要跟圣徒争战的 打到遍体龙伤的 刚才他提过了 这个的七头十角兽 就是欧洲嘛 这个自由女神像 是一百百多年的时候送过去的嘛 是 那一百百多年之前 欧洲有没有跟那些什么 天主教徒 基督徒 圣徒 相争 争战 应该 大战一定没有啦 没有啊 但是没有啦 正在说 整件事 是说不通的 其实 梁殷成这个港导 还有很多很多内容 不过我就只抽了几个好笑的 和大家一起 耻笑一下他 那我想问 就是 为梁殷成为什么 可以在台上 说一些 不真实的资讯 给他们听呢 诶 我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 梁殷成这些说话呢 他是抄回来的 不是他自己作 不是他自己研究的 我原来有作者的 他其实是抄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 Know Your Amity 认识你的敌人 是由一个叫做 Mark Friendly 在2012年 去写的一本的著作 不是他自己的东西 那说回这本书吧 这本书呢 其实呢 总共有七百多页的 那么它的中文版呢 你在网上呢 都找到的了 它呢 由圣经 讲到近代的 基本上呢 任何历史上一些重要的东西 都是讲到敌基督的 都是和这个魔鬼撒旦有关的 例如天主教 共济会 光明会 科学 法国大革命 美国的独立战争 欧盟 联合国 中法律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出自撒旦的作为来的 背后有这个魔鬼的身影 是和耶稣基督作对的 所有东西都是这样的 很精彩的这本书 如果我这样说 就是梁姻诚在讲人家的读书报告 基本上都是抄法 全部都是 但是很多东西都是失实 内容不实等等 而且我也是奉劝梁姻诚 不要胡说共济会 如果你说到共济会这么厉害 又可以影响到美国 法国 甚至近代这么厉害 你胡说它 你真的小心点 它会找你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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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梁姻诚 梁姻诚 和影音诗团 简直是天作之盒 最佳拍档 为什么呢 他们一样都喜欢说这些大神秘的东西 大迷送的东西 还喜欢上网左抄又抄一些东西 自己不用真正确的 总之这里抄一些 那里就对了 圣经有段经文也有说这些 那就可以了 就立刻可以做个节目出来了 我觉得其实梁姻诚 是影音诗团 他们可以找多一个的拍档 铁三个去做就更加好 我建议他们找到石安教会的梁华牧斯 去合作做就更加好 这个也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也是极品来的 因为石安教会就是最喜欢讲神秘学的嘛 也是最喜欢讲这个共济会的嘛 但是对了 完全对了 你看梁姻诚又这么喜欢研究这些东西 影音诗团又喜欢去研究那些什么罗亚方舟 其实对的 他们三个一起去合作 可以说一下什么天马座行动等等 哇 真是精彩 真是完全精彩 真是天下无敌 好了 今集就到此为止 最后我们有一些台务的报告 首先多谢听众的节目赞助 包括Lam Yitin Ching Lam Kho Ting Wan Li 和Irish Child 就多谢了 我们门淘媒体和门淘事工 两家公司 一年一度的财务审计又要做了 所以就需要大家课金支持那个审计费 哎呀 又要花钱了 对呀 要花钱了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帮帮忙 帮帮忙 总共一万元 好了 未来这个月的22号 门淘小队就会出队探访港岛区的露宿者 我们会在晚上7点半就在炮台山那里出发 我们分别会探访炮台山、天后、铜锣湾、维远和黄丽聪隧道的露宿者 如果大家想参与的时候 就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Facebook、VV或者IG那里 就有个Google form 大家在表格填了资料之后 我们就会有专人去联络你了 希望到时见到大家啦 接着 未来这个月29号 我们就会举行门淘论坛加上祈祷会 今次就是一个实体加网上的形式去迅行 因为现在我们搬来观堂 有一个大点的地方 希望将来会举办多点的实体聚会 预计门淘论坛 但我们首先是网上加实体去迅行 完了之后 就只以实体的形式就举行祈祷会 因为参与的朋友 有些祈祷的事项 都不想说是网上公开的嘛 所以只是这头说这头散的 然后最后可能我们就吃完饭 才完结这样的 稍后我们就会公布主题 报名、时间、详程等等 但希望大家预留29号这个时间 最后我们一起有个结束祈祷 创造天地的上主 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 因为在这个末世的时代 尤其是在今时今日香港这个地方 我们都见到很多所谓基督徒领袖 一些的教目 或者一些的博士 他们真是曲解圣经 为了达到某一些的目的 甚至是不惜去误导一些宋徒 或者误导一些的市民 主啊你是公义的 你有审判的 主啊我相信你是会检测这些东西 在将来的那个白色宝座大审判 你会对这些作恶的人 那些网清理明的人 是会有一个公义的审判 求主去兼顾地 让我们不至于跌倒 有求主去保守我们门徒媒体 和门徒事工 我们搬来观堂这个地方 但其实同一时间我们都遇到很多的挑战 和很多的困难 我们唯有相信你那个大领 求主你成为我们最大的保护 我们简单而不完全地讨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明志而祈求 阿们 取绝麻木根虫 坚持圣经公义 香港新闻行业经营艰难 门徒媒体仍然坚持发声 报道真相 言证招聘 兼职多媒体干事 逢星期五夜晚 以及星期六下午工作 请将个人履历 联络方法 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的录音 见由之editorial at appostosmedia.com 詳情请参阅门徒媒体网站 请大家继续支持门徒媒体 透过payme paypal 转数快课金给我们